来洛阳了,今天带你们吃遍洛阳老师糕点 如果你和我一样爱吃甜食 那请跟着这条视频吃 蚊子板攻略给你们放最后了 姐,这都是什么口味的呀? 现在你看咱有蛋黄的,芋泥的 还有原味的,山药的 芋泥是我们利骨芋头 山药,铁柜山药 蛋黄,鸭蛋黄和这个肉丛我自己做的 所有的都自己做 那我一个可以,来一个可以吗? 我可以,没问题,我一拼啊 第一次吃这么多口味的紫米饼 这个是鲜蛋黄肉松的 吃起来就很香 这个芋泥的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口感 整体是清清淡淡的那种 原味的吃起来就很扎实 很厚实的一大块 这个怎么卖的呀? 冲金的三十一斤 哪一斤可以优惠三块 我要一块这个,好的 这一块是十七块七 巧克力脑袋真的挨熟了 巧克力胃苦不甜你 超喜欢这种古早蛋糕 口感吃起来很实润 然后又来吃了这个豆沙烧卖 我还是第一次见豆沙的状态 对了,我还带了一个好东西 姜中猴菇米鲤 你可能跟我一样以前追踪艺看过 没吃过的真的要试一试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里面有人生芙苓猴头菇 足足十一种配料 营养真的低 香奶细浆丝滑 米香味很浓 酱好好喝,特别香 像现在天冷了真的要好好保养 喝进胃里暖暖的 像我平时爱吃油渣甜品就容易嘴馋 现在早上基本都会泡一包 搭配牛奶坚果也很好吃 中间是甜刺刺的豆沙 有种空口吃豆沙的感觉 豆沙很细腻 这个是鲜虾的上麦 里面都有整颗的虾仁 这个也好吃 皮薄的静影剔透 两线定买高点 龙门石窟 这个吃起来是黑芝麻巧克力的 里面还有核桃仁 军山上的筋店 里面是麻辣肉松的 这个是咸甜麻辣口 味道就很特别 这个是洛阳 这个里面是枣泥馅 真的超喜欢吃这种 老板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菜嘛 怎么卖的 这个三块一个 还有肉的 我要一个 这么一条菜三块 谁懂啊 这种真的巨好吃 超喜欢这种饱到透明的 里面有韭菜粉条 胡萝卜木耳馅的 我太爱这种皮的 饱到透明还很劲道 中间的肉真的很厚实 是万可煎的金黄酥脆的 这种肉多多的装母 吃起来简直不要太爽了 这个怎么卖的 我要四个 三块 三块一个什么 我要一颗这个 摸了就软软的 白红烟磨 主餐未绝 与日正会吐小手 暖抱多还湿润一点都不会干 这个是你们的通缅回忆吗 软软嫩嫩的 很浓的鸡蛋香 这些全是三块一个吗 这三块 什么大花 这个都是什么大花 还有个巧合 一阶梦芳芳芳 又黄一滩 又黄一滩 暴乱 这是母蛋糕 很清新的花干桥 每一个都是超级软糯的那种 攻略给你们放最后啦 这条鸡蛋糕 我们是小达 我们真的